哈喽大家好,我是幸福的眼泪 我发现我很久没有做过蛋糕了 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巧克力慕斯蛋糕 正好适合热热的夏天来吃 我们要先做一个蛋糕片 需要的材料有蛋糕粉,玉米油,细砂糖,牛奶,鸡蛋,可可粉 先准备一个28x28的方形烤盘 在烤盘上面铺上油布 然后把鸡蛋的蛋黄和蛋清分别放在两个盆里 装蛋白的盆一定要无油无水 蛋黄里先加入10克细砂糖 再倒入牛奶 玉米油 用蛋抽搅拌均匀 要充分的把它们搅匀 然后筛入蛋糕粉和可可粉 继续用蛋抽搅拌 搅拌到看不到面粉的颗粒了就可以停止了 这个样子就搅拌好了 搅拌好的面糊是有流动性的 然后把它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把剩下的细砂糖全部倒入蛋白里 然后用电动打蛋器开一档来打发蛋白 打至蛋白的体质变大 并且出现纹路不会消失 这个时候提起打蛋器 看到有一个垂下来的尖角 这样子就可以停止打发了 然后我们取三分之一的蛋白 放到蛋黄糊里 用刮刀从中间切入 由底部向上翻拌 用这种方式来把它们翻拌均匀 拌匀以后再把这个面糊倒进剩下的蛋白里 还是用同样的方法 用刮刀从中间切入 然后由底部向上翻拌 右手翻拌 左手转动打蛋盆 就这样一直把它们翻拌均匀 拌好的面糊是这种细腻且有光泽的 然后把面糊倒进烤盘里 用刮刀抹平 再把烤盘在桌子上摔几下 把里边的气泡震出来 放入已经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层 用上下火180度烤20分钟 烘烤结束就马上取出来 放在烤架上 先把油布四周揭开 把蛋糕片晾凉 等蛋糕凉了以后 接下油布 把它放在一张油纸上 用一个长方形的慕斯圈 压出两片蛋糕片 然后拿锡纸把慕斯圈的底部给包一下 包好以后放在一个平的盘子里 先在最底部放入一片蛋糕片 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有树莓酒的话 可以在蛋糕片上刷一层树莓酒来增加口感 没有的话就不用刷了 然后放上树莓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我们来做巧克力慕斯 需要的材料有淡奶油 细砂糖 吉利丁片 牛奶 黑巧克力 先把黑巧克力切碎 巧克力尽量切得碎一点 把吉利丁片放在冰水里浸泡 把切碎的巧克力放在一个干净的大碗中 牛奶放在奶锅里开最小的火来加热 等看到边上冒小泡泡了就赶快关火 然后把泡软的吉利丁放进去 用蛋抽搅拌 搅拌至吉利丁融化 然后把热牛奶倒进巧克力里 先倒入一半的牛奶 继续用蛋抽搅拌 搅拌至巧克力融化 和牛奶混合均匀了 再把剩下的牛奶也倒进去 继续用蛋抽把它们搅拌均匀 刚拌好的巧克力牛奶 还是这种比较稀的状态 现在我们需要把它放在冰水上 继续搅拌一会儿 等它的温度降下来了 我们再开始打发淡奶油 在淡奶油中放入细砂糖或者糖粉 然后开电动打蛋器 用最低档一直朝着一个方向搅拌 搅拌至淡奶油 看到已经出现纹路了 就马上停止 然后把完全凉透的巧克力液体 倒入淡奶油里 用刮刀把它们搅拌均匀 拌匀以后 这个慕斯壶就做好了 就是这种状态 有一点浓稠 然后把慕斯壶倒进慕斯圈里 慕斯壶不要做得太稠 太稠的话表面就不平整了 倒好以后的慕斯壶就是这样子的 非常平整 然后再放上另外一片蛋糕片 表面用锡纸稍微盖上一点 防止蛋糕片变干 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冰箱里去冷藏4个小时 也可以让它过夜 等慕斯叶完全凝固了以后 我们再来做表面的干纳雪 把巧克力掰碎 不需要特别的碎 然后倒入淡奶油 再把巧克力碗放在50度左右的热水上 和热水来加热它们 一边加热一边搅拌 直到巧克力完全融化 和淡奶油充分的混合均匀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晾凉 在它还是这种很顺滑的状态下 就赶快把它倒进慕斯圈里 千万不要热着倒进去 热着倒进去的话 有可能会让慕斯叶化掉 倒进去以后 赶快用刮刀把巧克力酱抹平 如果不够平整的话 你可以像我这样 手摁住慕斯圈 把它晃一晃 晃一晃它就平了 然后再把它放进冰箱里去冷藏 一个小时差不多就可以凝固了 现在我这个表面的这层巧克力酱已经凝固了 我准备要脱膜了 先把底下那层锡纸摘下来 用吹风机的热风把慕斯圈的四周都吹一下 让最外层的慕斯叶融化 然后直接提起慕斯圈 就可以完美的脱膜了 如果你觉得四周有一些化的话 可以再把它放回冰箱里冷藏一会儿 切之前把刀加热一下再切 这样就会切得很漂亮很平整 为求完美 每切一下都要把刀擦干净 然后再加热 然后再切 这样切出来的蛋糕每一块的侧面都是非常漂亮的 最后我把它切成了小方块 小抹刀把它反过来 放在蛋糕的上边 但是不要让它碰到蛋糕的表面 这里有一个小技巧 可以像我这样 用一个小按板可以固定住抹刀 然后在表面薄薄的筛一层可可粉 再把抹刀拿开 再放一小块可食用的金箔 这个蛋糕就装饰好了 这个小克力蛋糕吃起来很浓郁 但是也不会腻 微苦微甜的口感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小伙伴们想查看更详细的图文教程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幸福的眼泪 如果大家做了这款蛋糕 欢迎到我的新浪微博 爱特我来交作业哦 pow 这准备的顺子 我来的年轻痕 就像你的女通儿 在生活中 我来的年轻痕 跟我来的年轻痕 用的女同样 我来的年轻痕